我们今天要开始读尼迦书 小千之书总共有12卷 我们现在已经读了好像4卷 现在进入第5卷 进度蛮快的 我们先看一下尼迦书的背景 大家如果看PowerPoint的话 就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我们每一次讲小千之书的时候 都会看一下 讲到上面是北国 然后接下来是南国的君王 下面就是一些的先知 咖啡色的尼丽亚跟尼丽莎 他们没有写什么著作 他们写了很多神迹 接下来蓝色的部分,这些先知 就是小先知书的那些先知 绿色的是大先知书的作者 我们已经按着时间年代的先后 我们已经看过了约尔、约拿、阿摩斯、河西亚 按着年代下来,接下来应该是以赛亚 不过以赛亚有66章很长,这是大先知 所以我们先读小先知,这样子读过以后 比较有成就感,比较快一点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看的是尼加书 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在主前第八个世纪 主前第八世纪,就是主前700到800年之间 这当中有四个先知,比较活跃 就是这个世纪里面,大概都有四个先知 我们可以称为说是黄金四人主 或者黄金四崇畅 这里头有两个是面向北国发育年 一个是阿摩斯,一个是河西亚 另外,以赛亚跟弥迦主要是针对南国 虽然他们的信息,有一部分也是针对北国 但是,还是以南国为主 阿摩斯跟河西亚,我们都讲过了 今天我们看的是弥迦 弥迦他所在的这个时代,你们可以看到 他是历经三个王 我们如果看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他是讲到说,犹大王约坦亚哈斯 跟西西加在位的时候 约坦,看到约坦是在这个时候 约坦,他在位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接下来是亚哈斯 约坦亚哈斯,然后接下来是西西加 这三个王里面,亚哈斯是一个恶王 很坏的一个王 不仅拜偶像,而且甚至于把自己的儿子 拿去烧了,献给偶像 南国里面,这个也是数一数二的很坏的王 西西加是一个中心的王 我是说,给南国带来一个中心的局面 在北国,弥迦服侍的这个阶段 北国王国被亚述掳去 这个是在弥迦服侍的这一生当中 所经历到的 那时候,亚述的势力非常的强盛 他不仅灭了北国,把北国人掳走 甚至于南国,也都几乎要被亚述给灭了 那时候只剩下耶路撒冷一座城 还没有被打下来 其他很多地方都被亚述攻占了 这是后来神行的一个神迹,才让南国免于灭亡 我们看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 他有介绍弥迦这个人是谁 他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在位的时候 摩利杀人弥迦得耶和华的末世,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 这边就提到弥迦,其实对他的资讯 我们那里只有这一句了 就只知道他是摩利杀人 那摩利杀在哪里? 摩利杀在左边这个图 你看,在犹大国的西南角 所以,靠近左边海岸线,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菲利斯 所以,他是在靠近菲利斯地的一个地方 叫摩利杀 我们发现,一些先知他们的出生 常常都出生在那种名不见经算的小地方 现在是那个很偏远的一个小地方 被神拣选,被神兴起来,做神的出口 弥迦的意思 弥迦这个字是米盖亚的简称 之前有一个先知,也叫米盖亚 在弥迦的之前一百多年,叫米盖亚 米盖亚这个先知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在亚哈王的时代 那个时候,亚哈跟南国的王叫做约沙法 他们联合要去跟亚南王打仗 那时候,约沙法就说 我们这边又是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先来请他来求问神的旨意 后来就把米盖亚找来了 米盖亚一向对亚哈预言 都是讲凶言,不讲那些好话 所以,亚哈非常的痛恨他 结果那一次,米盖亚也是先开始说 你们会打赢 但是他们知道说,他讲话是出于讽刺 后来要他真正的说真话 结果他就说真话了 说这次亚哈会阵亡 所以,那个是米盖亚 后来,亚哈就把米盖亚给他囚禁起来 说不给他好好吃,不给他好好的 就是给他关起来 等到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米盖亚就说,如果你真的平平安安回来 神就是没有借着我说话了 就说,众名啊,你们都当听 所以米盖亚面对权势 还有面对个人的安慰 他都不放在心上 他就是忠心的为神传讲 神主要他讲的话 那是米盖亚 现在这个是弥迦 弥迦就是弥迦亚的简称 弥迦的意思,或者弥迦亚的意思就是 谁能向耶和华 所以,他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在弥迦书的最后一章 他就用这句话,可以说做个结尾 神啊,有何神向你? 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云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这个是弥迦书第七章第十八节 非常感动人的一句话 他这句话,其实就讲到他自己的名字 就是谁能向耶和华 弥迦书虽然是只有七章,也不算长 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而已 但是,其实这卷书是挺重要的 因为,好几卷书都引用弥迦的话 比方说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 跟明家书里面的一段,几乎一模一样 就有人在想说,到底是谁 谁抄谁的 是到底谁先写出来的 有人认为说,神同时感动两个人 写出同样的话,这也有可能 Anyway,因为他们两个是同时代的人 但是,这两段话也都很重要 他们居然两本先知书里面都提到 今天我们待会儿会看到 同时,弥迦书里面他也预言 耶路撒冷会遭灾难 这段话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被他们提出来讲 提论,耶利米已经比弥迦晚了大概是一百多年 然后,接下来西班牙书 西班牙书也比弥迦书晚 它里面有一段,也跟弥迦书类似 然后后来到新约 马太福音有两处就引用了弥迦书 约翰福音,有一处也是间接的提到弥迦书 为什么呢? 因为弥迦书里面有预言到,主耶稣将会降生在伯利恒 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唯一一处预言到 基督会降生在什么地方的一卷书 弥迦书是预言,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弥迦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看过了 第二节 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 也都要侧耳而听 主耶和华从祂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胡适 我稍微讲一下文迦书 文迦书有人把它分段 说,这总共有七章可以分成三段 三段都是用你们要听来开始 第一段就从第一章第二节 这边就讲到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 第二处是在哪里呢? 在第三章的第一节 第三章的第一节,它也是说 亚哥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 这是第二处 然后第三处是第六章的第一节 以色列人要听耶和华的话 这里有三个要听 所以,一二章算是一段 三四五又是一段,六七章又是一段 每一段的最后,都是用应许来结束的 前面都讲一些比较严厉的话、审判的话 但是,最后面都是用比较光明、积极的应许来结束 这是一种分段的方式 耶和人用别的方式来分段 我们再往上看 所以,第一章第二节 它说:"你们要听,要侧耳听。神从祂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圣殿,圣殿在哪里呢? 看啊,耶和华除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 所以,神是从高处降下来 所以,这个圣殿应该讲到天上的圣殿 他要在地上行走,种山在他底下就必消化 诸骨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 神出来,祂要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说:"为什么呢?第五节,这都因为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 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 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 所以,不管是北国也好,南国也好 他们都犯了拜偶像的罪。 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 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 在那边都有罪恶。 所以,神要施行展判。第六节 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 也必使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 撒玛利亚会变成废墟。 那些石头,那些豪宅,那些华美的建筑物,石头都会被拆毁 直到他这个根基都露出来。 按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 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 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 因为是从妓女顾驾所拒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驾。 神会参毁他们所有的那些偶像。 这些偶像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妓女的顾驾所拒来的。 然后,这句话,我们看一下PowerPoint。 这个意思是讲到说,在迦南他们有很多的妙器。 以色列、北国他们就是从迦南人的那种习俗, 在他们崇拜的习俗里面,就是跟这个妙祭发生关系。 所以,这个妙祭就会从这些香客得到钱。 得到钱之后,这个钱是交给谁? 就交给这个偶像的庙。 所以,他们把钱就交给以色列这些偶像的庙。 所以,他们就聚集了这些钱。 这些钱,就拿来做偶像。 就是供应他们偶像庙的这些运作。 但是当亚述人来的时候,这些钱就被亚述人夺走了。 亚述人把这些钱拿去干什么呢? 拿去他们的庙里面,在敬拜他们的偶像。 那就是把这个钱,再给亚述的妙祭。 所以,从妓女的顾驾所聚来的这些钱, 到最后,必归为妓女的顾驾。 所以,从迦南的妙祭的手中, 到最后,便跑到亚述的妙祭的手中。 这些钱,到最后是这样子过去了。 现在讲到这些,神的审判会临到以色列。 这些,他们所聚恋的这些钱,到最后都会如飞而去。 而且,都是成为妓女的公下。 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肉体而行。 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 他先知要哭嚎,哀嚎,赤脚就是不穿鞋子,肉体而行。 肉体,英文是说Naked,就是不穿衣服。 其实不是不穿衣服,应该是这样讲。 应该是这样子。 大家看PowerPoint,这个是当时他们的穿着。 他们当时的穿着,其实是很简单。 很简单。最主要是怎么样? 最主要是里面有一件礼衣。 礼衣就是从上身一直到膝盖,或者是一直到怀之骨,一件礼衣。 有长袖的,也有短袖的,看你的身份地位。 然后,中间再吸一条腰带,外面再穿一件外衣。 外衣的话,他们就可以预寒。 所以,他们如果在外面行走的话,一般都是穿礼衣,再加上一件外衣。 它这边讲到说,是赤脚肉体而行。 一般认为,只穿礼衣在外面行走,外衣都没有,鞋子也没有穿。 所以,不是真正全身什么都没穿,是只穿一件礼衣。 穿件礼衣在外面行走,一般就是那种做工的人, 或者是,对于一般比较体面的人,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就好像今天我们只穿一件内衣内裤,就走在外面一样。 虽然不是说全身赤裸,但是已经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 那个就是,它这里是做一个表号,做一个样子。 就是说,当他们有一天被掳去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四脚肉体而行。 他说,他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 英文版,NIV是讲到像是毛头鹰,哀鸣。 Anyway,反正就是发出来的声音,都是哀痛的声音,都是凄凉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撒法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严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 拜伍像,拜最厉害的是北国。 但是北国这种病,这样会传染,连南国都受到影响了。 为什么会受到影响呢? 最厉害的就是那时候,南国跟北国结亲。 比如撒法跟亚哈结亲,结果把北国的这些恶习都带到南国来了。 所以,南国也受到牵连。 第十节开始,这里一连串,保住一堆地名。 然后,这些地名,其实跟他的信息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我们看一下PowerPoint,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 为什么讲到这样子呢? 因为加特的因,类似报告。 所以,不要在报告的这座城,报告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他取他的因,跟这个意思类似。 因为加特是非利式的五个城市当中的一个。 所以,他们这样子遭难的消息, 非要让外邦人、非利式人知道,免得他们会击否。 那加特在哪里呢? 加特在西南边,西南角。 然后,这个是在非利式人的境内。 所以,我用紫色的来代表。 以色列人的地的话,是用金黄色的。 我在伯亚弗拉,伯亚弗拉的意思就是灰尘之家。 我在灰尘之家,鬼于灰尘之中。 伯亚弗拉在哪里?不晓得。 然后,沙北,沙北是愉悦的意思。 沙北的居民,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 所以,跟这个字刚好相反的意思。 所以,是讽刺的意思。 然后,撒南,撒南的意思因类似出来。 撒南出来的居民,不敢出来。 然后,伯亚弗拉,伯亚弗拉是狭窄之家的意思。 或者,有人说是立足点。 这个地方的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 所以,他这里讲的都跟地名,有相当的关系。 接下来,马律。 马律的因,类似苦的意思。 他的居民兴盛优吉,切网的好处,刚好相反。 然后,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居守,耶路撒冷的城门。 但是,灾祸却是临到这里。 然后,拉吉。拉吉的因,类似快马。 拉吉的居民,要用快马套车。 拉吉是这边最重要的一座城,在西南角。 是那边最重要的一座防御的城市。 那边有当时罗伯安,在那边也建筑了很多的防御的公司。 因为西南边有埃及,还有菲利士。 所以,犹大国在那个地方,防御欲非常的坚固。 这成为他们的一个骄傲,他们以这个为夸耀。 所以,他下一句说:"西安民的罪是由你而起, 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 有人在想说,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罪过是从拉吉显出来? 其实,拉吉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说那边有什么偶像比较厉害的崇拜。 所知道的,就是说那边有一些防御公司。 所以,可能这些防御公司,给犹大人带来骄傲。 所以,他们就不倚靠神。 所以,这个是一种可能。 实际上,不是很确定。 但是anyway,这个地方是他说,以色列人的他们的骄傲, 是他们的罪过,从他那边显出来。 当然,骄傲使人半叠。 这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骄傲。 然后接下来,现在是说犹大。 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社加特。 但是,你看英文的话,他其实不讲犹大, 应该讲拉吉,因为跟上面那一节是连着讲的。 所以讲到说,拉吉,你要将这个礼物送给摩利社加特。 这个礼物是什么礼物? 是讲到分别的礼物,离别的礼物,或者说嫁妆。 摩利社加特,他的音就是类似嫁妆。 要把礼物送给这个城市干什么呢? 因为要被掳去了,所以要分手了。 就如同已经许佩的女儿,要给她嫁妆, 然后就跟她say bye bye了。 雅格西,雅格西的意思是诡诈。 他的众族必用诡诈带以色列诸王。 为什么呢? 因为雅格西这个城,本来他们都要给以色列诸王纳税的。 现在,他被亚述占去了之后, 他就不再向犹大,向以色列诸王纳税了。 所以他就说,他用诡诈,诡诈带以色列诸王。 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已经不属于犹大了。 在哪里呢?在摩利沙的东边,在这个城市。 马利沙的阴,类似征服者。 马利沙的居民,我必使那来夺取你的,到你这里来。 来到你这里。 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个城市会被抢夺,会被征服。 马利沙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他所讲的这些城市,都在西南角,都在这一带。 以色列的尊贵人,永远是荣耀,必到亚杜兰。 所以,这句话有两种解释。 因为亚杜兰,那时候是那边有很多洞, 大卫那时候曾经在那边藏身,在逃难的时候。 所以,以色列的这些权贵,有一天他会躲到这边来。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以色列的荣耀,原文是荣耀。 以色列的荣耀就是神。 意思就是说,神会来临到亚杜兰,干什么呢? 神的审判,也会临到这个城市。 所以,后来亚杜兰,果然也是被亚树攻下来了。 所以,这里讲到一连串的下来。 就是讲到,这些城市都会被仇敌攻下来, 神的审判会临到。 所以,最后第16节。 犹大雅,要为您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 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 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 到底是谁被亚树掳走? 不是,我是说南国、北国。 北国,对不对? 北国以色列被亚树掳走,南国是被巴比伦嘛。 在这里所讲的,到底是谁把他们掳走? 他们这边讲的是亚树。 亚树他其实也把一些南国的人口都掳走了。 那个是在西西加王的那个时代,我们等下会再看到。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儿女,就从他们身边被掳去了。 所以,他们要剪去你们头发光秃,就是一种哀痛的表示。 前面刚刚第一章里面,不是有这些城市吗? 说,这些地方都会被亚树征服。 果然,你看到下一个图。 这就是701年的时候,主前701年,亚树王西拿基地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来攻打犹大,还有那时候有好几个小国家,联合起来背叛亚树。 所以,他就一路挥军,挥施西针,从西边下来。 然后,一路打,先征服了西边的推罗西盾, 然后一直到飞利士,先打下以格伦。 接下来,打下拉吉。 拉吉,我们刚才有提到。 接下来,迦特,迦特也被打下来了。 然后,摩利瑟·迦特,也提到。 那个就是摩利莎的意思。 然后,亚格西也被打下来了。 一直到亚杜兰。 下面还有一个城市,玛丽莎。 玛丽莎也被打下来了。 所以,这些城市,在那次亚树王西针的时候,全部都被攻陷了。 这个是下一个图,这个就是拉吉。 拉吉被攻下来的这个图,在亚树王王宫的浮雕上面绣出来的。 中间这个是有一座城楼。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批人,就是犹大人, 从那个城门口这样出来,身上背着包包,他们都出城逃难了。 然后,接下来,右边的一些穴头丧气, 手里都被捆起来,就是被俘虏的犹大人。 左边这里,有一个四轮的攻城车,在那边攻那个城。 这是亚树人的,他们的武器。 左边那个图,可以看出来。 就是一座,就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坦克一样,在那边攻打那个城。 然后,后来被打下来之后,犹大居民就被掳走了。 左边这里有一群人,都是戴尖帽子的亚树人。 他们带着一些贵重的东西。 然后,前面这些是犹大人,他们背着包包, 然后赶着牛车出去,干什么呢? 要离乡背景了,要被亚树人带到远方去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章。 第二章,这里第一节,你会看NIV,它的title是什么? 它前面的标题,Man's Plants and God. 人与神的计划,这边是的确。 因为第二章第一节,这边讲到人的计划。 人,那些人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坚恶。 英文是说,Wall to those who plan iniquity。 他在床上,在那边计划那些坚恶的事情。 到天一发亮,因所有能力就行出来了。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事呢? 原来是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 贪图房屋便夺取。 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 所以,他们所思所想的,就是要怎么样? 让自己的产业更多,然后去侵夺别人的。 别人没看见,但是神都看见了。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第三节。 我筹划灾祸,降与这族。 上面是第一节讲到,那些人,自己在人,人有人的计划。 但是第三节,神也有祂的计划。 英文是说,I am planning disasters against these people。 这个planning,跟上面的plan, 其实在西伯来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都是plan,都是计划。 所以,这边有两个,有神的计划跟人的计划, 做一个对应。 人在那边想要图谋,想要贪图,要去欺压人,霸占房屋产业。 但是神,祂在计划什么? 祂要降货于这个族。 祂说:"这货,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 因为这十四是恶的,就是说,这个环境,你们所要面对的是相当险恶的一个环境。 祂说:"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爱歌。 基次说:"我们全然败落了。 耶和华将我们的粪转归别人,和尽使这粪离开我们。 祂将我们的田地分给被逆的人。 那些人,处心积虑的去扩大自己的产业,用各样不正当的手段,让自己的产业增加。 但到最后,一场空,什么都没有了。 神把这些东西,这些田地,分给悖逆的人。 悖逆的人是讲什么呢? 就讲了亚述人,讲到异教徒,他把这个东西,让亚述人夺去了。 所以,他说:"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念旧拉准神。 这个第五节讲的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的事情。 现在,他们这些都被夺走了。 但是,有一天,神会让他们回来之后。 那时候,他们会重新粘旧拉准神, 重新把他们祖先的产业,分给大家。 但那个时候,当初这些好取强夺的这些地主, 他说:"你们一份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代表你们在当中粘旧,在那边抽签。 所以,什么都没有。 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 接下来,他就讲到说,前面第一个讲到人的不义, 社会上的不公不义。 接下来讲到假先知,第六节。 他们获作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欲言, 不可向这些人说欲言,不住的羞辱我们。 他们可以说对弥迦这么说,对这些真的先知说, 你们不要说欲言,不要这样羞辱我们。 所以,弥迦就说,雅各家第七节。 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 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 他们在质疑,质疑说,神怎么会降灾在我们这里呢? 神怎么会这样做呢? 难道神会真的降灾吗? 然后,接下来神就说了, 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 但是,近来我的名兴起如同仇敌, 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万一。 你们将我名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 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取。 就讲到这些人,欺负那些无辜, 欺负那些善良的老实人。 那些人不跟人家与事无争, 但是却把他们的外衣夺去。 我们刚刚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衣服,有礼仪跟外衣。 把外衣,晚上盖着睡觉的,都夺走了。 那些妇人从家里面赶出去,夺了他们的房子, 又把神的荣耀,这个意思就是神的祝福, 从他们的小孩子身上夺去,夺去小孩子的祝福。 所以他说:"你们起来去吧。 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手。 因为污秽使人毁坏,而且大大毁坏。 所以,神要把他们从这个地方赶出去了。 11节 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 那人就必作这名的先知。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当时他们的属民的状况, 那些人就是只要听好话。 所以,宁可听假先知的那些话,不愿意听真先知的这些警戒。 那些假先知,发育员完全都是位置,只是要得好处,得清酒跟浓酒。 12节,这边口气就转了。 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到最后这里,就一段光明的结束。 12节 这个说:"雅各加雅,我要聚集你们,必要遭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 如波瑟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 因为人数众多,就亦大大喧哗。 开路地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只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 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 这个是在讲什么呢? 这个是讲到未来的应许。 未来的应许,应许他们怎么样呢? 应许他们说,神会聚集他们。 聚集他们要干什么? 祂说会把以色列家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 所谓剩下的人,就是说,一大群人都被掳走了, 但是到最后,会有一群剩下的渔民。 神会把他们安置在一处。 这个如同什么?波斯拉的羊。 其实波斯拉这个字,你看别的版本, 他们都把它直接翻成羊圈。 因为羊圈这个字,你如果按音来翻的话,是波斯拉。 波斯拉是当时在以东的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你直接按着它意思的话,就是羊圈。 所以,其实翻羊圈的话,是很合理的。 不需要把它翻成波斯拉。 所以,好像是在羊圈里面的羊,就像草场上的羊圈。 神会把他们领出来,领出来之后,神就在他们的前头行。 大家听到这一段,有没有觉得好像是,在什么地方有听到? 有看到类似的话? 神要把他们领出来,在前头行。 约翰福音,第10章 主耶稣是好牧人。 他说,除了这个圈里面的羊之外, 我另外还有一圈里面的羊,我要把它们合成一群。 然后他说,好牧人既把他们领出来,就在前头行。 羊也听他的声音。 所以,这一段应许,我想在两方面应验。 第一个方面是讲到说,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应验。 神把他们召聚在一起,把他们从被掳之地领出来。 这是第一重的应验。 第二重的应验,可以讲到就是说,后来主耶稣来了。 主耶稣来了,他让犹太人跟外邦人, 这两群羊群合而为一了。 一个是羊圈的羊,一个是草场上的羊。 这两群羊都合为一群,然后把他们带出来。 带出哪里?带出羊圈。 就带出犹太教当初的律法之下,把他们带出来。 他们就在前头行。 所以,12节、13节,好像是短短的两节, 但是,他其实已经把主耶稣将来所要做的事情,稍微让我们看到一点点端倪。 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可以这么讲。 到第三章,第三章这边,他就开始很具体的,讲到那些官长跟先知他们的过犯。 第三章第一节,这时候你看到,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 这个是第二处讲到要听,所以是另外一个段落。 他是针对谁?首领跟官长,他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 你们勿善好饿,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 吃我名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斧中的肉。 所以,就是他们剥卸那些老百姓。 把他们像是这个肉,把它剁成块,放在锅子里面煮来吃一样。 所以说,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 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恶事,向他们掩面。 这是针对那些由首领跟官长,他们所犯的罪恶。 第五节,这边讲到先知了,那个假先知了。 顿到使我名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 如果你给他们吃的,给他们一些奉献,给他们一些功效。 他们就给你发好的预言,说:"平安了。 凡不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 所以说,你不给他钱,他就讲一些难听的。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 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谱。 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 所以,神讲这个话,意思是什么? 意思好像说,他们这些人本来可以看到异象的。 他们本来,他们对神的话,是有一些领受的。 所以,他们本来不是假先知,他们本来是真的先知。 后来因为贪图的工价,因为这工价的缘故,他们就说人喜欢听的话。 如果人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说一些攻击人的话。 所以,神就说,从此以后,神不让他们再见到异象, 让他们白昼变为黑暗。 然后第七节。 先知必爆愧,瞻仆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 因为神不应允他们。 神本来是应允他们的,后来神不应允他们的。 因为他们变成了假贤吃了。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一个人开始可以吃对的。 但是后来,因为贪爱钱财,就走错路了。 这个是先知,5、6、7节,假先知了。 第8节,就讲到真的先知,讲到明家。 明家他怎么样呢? 他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 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他说:"至于我,就借着神的灵呢? 他是来指责这些雅各家跟以色列家的罪恶跟过犯。 这要有很大的勇气。 但是,神让他有这样的力量、公平还有才能。 第9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 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厌恶公平, 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以人血建立喜安, 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然后,第11节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 祭司为顾驾施训惠。 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首领祭司跟先知,他们都是为了钱, 为钱取往正直,为钱做事。 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 他们还依赖耶和华什么? 怎么叫依赖耶和华? 这不是说,他们就是依靠说, 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他们讲说,耶和华圣地人在耶路撒冷。 神当然会保守。 虽然他们做一些恶,神还是会不离去这个地方的。 错了。 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喜安必耕种,像一块田。 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 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 所以,因为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 耶路撒冷会成为废墟。 你说,我们现在看这句话好像很轻松,好像没什么。 但是那时候,弥迦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讲出这样的话。 他是对抗谁? 首领祭司跟那些先知,当时的那些有权有味的人。 然后,他预言说,因为你们所行的这些恶, 耶路撒冷会被耕种像一块田,会变成乱堆。 结果,弥迦他是神高他,让他说了这些话。 但是,他没事。 他没有事,没有被那些人拿石头打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对象,碰到一个好王,就是西西加王。 这段话后来在耶利米就被引用。 在耶利米书26章第18节, 耶利米书26章第8节,那时候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耶利米是在尼迦之后,一百多年的一个先知。 那时候,耶利米也是发出像耶路撒冷, 像那些权贵发出警告,发出审判的话。 那时候,他们的反应。 他们就想要起来,要制使他,要把他抓去猝死。 这个是在第26章。 结果那时候,有几个人起来了。 第17节,第16节。 16节说,所领和众民就对祭司。 我讲的是耶利米书26章16节,我来读。 所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 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向我们说话。 所以,有一群敬畏神的人,听到耶利米的警告, 审判的话,他们起来帮他说话,说这个人不应该把他猝死。 不应该把他猝死,因为在什么地方? 第8节,26章第8节说,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 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抓住他说,你必要死。 你为何托耶和华的预言说,这殿壁如四罗, 这城壁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 所以,那时候他们要把他猝死的。 但是后来16节,这边有人起来帮他说话。 17节,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人说。 18节,当犹大王西西迦的日子,有摩利杀人弥迦, 他们就引用弥迦这段话。 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钱,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 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 犹大王西西迦和犹大众人,就是那时候的王, 岂是把他致死呢? 西西迦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 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众人。 若制止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 所以,后来耶利米就逃过一劫。 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引用尼迦书这段话, 讲到说,当时尼迦一样说这么严厉的话, 但是西西迦王因为敬畏神,就悔改了。 所以,这个就是尼迦书第三章最后的这一句。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章 第四章就是今天的最重的一段 因为这段话,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被引用 第四章的第一节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朝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从弥加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是跟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二节,第四节是一模一样 这三节,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二到四节,一模一样 第四章的第一节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发生大地震吗? 那时候,好像自然界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吗? 所以,本来是坐很矮的山,现在会变得很高吗?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里面,这个山是什么意思? 山是有政权跟国度的意思 政权跟国度 所以,到末后的日子里面 耶和华的政权,耶和华的国度 会超越其他的一切 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山是讲到政权跟国度呢? 在丹以理书里面,有曾经举到这个例子 那时候,尼布贾尼撒都做了梦,梦到这个金像 金头和银胸同腹铁腿 后来,丹以理帮他解梦了 他说,他不仅看到这座像 他后面还看到一块非人所找出来的石头 打在半泥半腿的脚上 然后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 都一同被砸得粉碎 如同夏天河场上的康匹,被风吹散,无处可循 打碎了这项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这个是他所做的梦 所以,丹以理先是告诉尼布贾尼撒瓦说 你做了这个梦 接下来,他就帮他解释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他就讲到这个,金银铜是巴比伦帝国 英雄是波兹玛代等等 这座大山是什么? 这座大山他说,当那猎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另立一国就是那座大山 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 所以,这个国是什么? 就是那座大山 所以,这个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他就是讲到那个国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 这个山就代表那个国度 尼加在这边看到的是有几座山? 很多山,珠山,好多山 但是,其中有一座山是耶和华殿的山 所以,有地上人的国度 还有一个是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到最后会高过珠山 众名都要留归这山 然后,第二节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悔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训悔会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我们如果记得在诗篇里面 有一句话,怎么说? 诗篇110篇第二节 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 生出能力的帐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这个你是谁? 你就是弥赛亚 耶和华会使这个弥赛亚 使基督从西安生出能力的帐来 基督要在他的仇敌当中掌权 基督要生出能力的帐 是从西安生出来 所以,西安是什么意思呢? 西安是今天在中东的耶路撒冷吗? 我们从这句话的意思就知道 西安就是弥赛亚生出能力得帐的地方 弥赛亚是从西安生出他能力的帐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神掌权的一个地方 所以,西安可以这么讲 西安就是神的宝座所在 神的宝座设立在那个地方 是神掌权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西安 这个地方,基督会从这里生出他能力的帐来 在那边掌权 同时,神的话会从这个地方出来 你就想说,这个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这个地方应该就讲到说 千禧年时代的以色列 神在千禧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些预言 就会应验了 耶和华殿的山,就会高举超过珠山 这是在讲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的景象 神的国度降临 然后,那个时候 西安就成为整个全宇宙当中的 像是神宝座的所在 在千禧年时候 那你就说,这句话 所以,弥加书第二章第四节 讲到未来的事情 但也不全然是这样子 他也可以讲到现在 现在是怎么样呢? 神掌权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在神掌权的教会 教会就是在旧约里面的西安 在旧约里面的耶路撒冷 还有以色列 其实就是预表今天的教会 所以,神在教会里面 祂生出祂能力的障碍 神在教会里面 祂的话,从教会里面发出来 但也不是说每一个教会都这样子 因为有的教会是人在掌权 有的教会是属肉体的 所以,你在里面也找不到神的话 但是,什么地方有教会 有一群人愿意让神在他们身上掌权 神在那个地方就会彰显自己的荣耀 神在那个地方 祂的权柄在那个地方就畅行无阻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听到神宝座的声音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个话也是真实的 不是说等到那一天,将来才会实践 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训悔出于喜安 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 我们那时候读到阿摩斯书 大家记不记得有这段话,第八章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 将来会有一个饥荒,不是将来 其实现在就是,有一个饥荒会降临 人不是因为自己的肚子没有吃饱 不是因为没有喝水而饥渴 而是因为没有听到神的话 所以,他们的饥荒渴是哪里? 是灵里面的饥渴 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所以,他们到处跑 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 来往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 却寻不着,因为那时候神隐藏起来了 他说,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 必因干渴发昏 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启示的时候 但啊,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启示 又说,我们指着别自发的神道启示 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 他们去寻找神的话,但是找错地方了 他们去到撒玛利亚牛犊那边去找 他们到淡的那个地方去找 到别自发的那些秋毯那里去找 在那边找不到神的话 神的话要在哪里? 出于喜安 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 就是讲到神掌权的地方 今天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 我们就容易听到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今天让神在我们身上居守卫 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得到神的话 不然的话,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很深的干渴 没有办法满足 你到哪里去找,都找不到神的话的 只有借着顺服 神的话,才会向我们显明 接下来,第三节 他说,他必在多国的名中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梨头,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再试 把刀打成梨头,把枪打成镰刀 我们看这个图就知道 左边这个字,他们农夫在耕田 耕田他们要用到什么? 我们之前讲到,他们要用这个鹅 两头牛,背着鹅 这个鹅就掏在他们的脖子上面 然后这个鹅上面,中间有一根 这根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梨 后面这个农夫就控制这个梨 因为他要单手控制 另外一只手,拿着这个棍子,赶牛 他因为要单手控制的话,就要怎么样? 两个眼睛要往前看,他不能往后看 往后看的话,怎么会歪掉 所以,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的国 所以,扶着梨一定要往前看 这里头,那个梨下面有一个叫梨头 尖尖的东西,这是金属做的 所以,因为它套在这个木头上 这个金属套在这个木头上 他们在离这个地,才离得开 下面这个就是,他们考古学家找到的 当时的梨头,留下来的 他们要把这个梨头打成,把刀打成梨头 然后把枪,右边那个是枪,打成镰刀 样子也蛮像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东西,本来是要打仗的 现在都太平了 所以,在联合国的总部外 有道墙上面,就有这段经文 他们要将刀打成梨头,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布局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阿少爷写的以赛亚 以赛亚跟弥迦,这段都是一模一样 这是联合国他们的理想,天下太平 但是,他们miss掉一句 这一节,弥迦书四章三节 不是只有这两句话,前面还有一句 前面那句是什么? 他必在多国的民众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这个他是谁?神 他,他已经讲到基督了 基督要在多国的民众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如果没有上面这一句的话 后面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 没有让基督在这地上掌权的话 不可能人不举刀攻击那国 不可能说人不在学习战士 但是,联合国他把上面那句给他拿掉 他们想靠着人的力量来维持和平 所以,后来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所以,他后面就讲到说 OK 所以他说,这个是预言末世会发生的事情 末世会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可能是讲到说,是千禧年的时候 千禧年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应验 第二个,讲到就是教会时代 教会时代,我们也可以经历到这个 让神在我们当中就先 好像说是一个预告片 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就将来神在千禧年所要实行的 我们今天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能够通行无主 将来,这个就是千禧年所要实现的一个结果 然后他说,接下来第四节 他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精鹤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 意思就是说,现在虽然很多人奉他们的神在那边行事 但是我们却要永永远远奉耶和华神的名而行 第六节,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遭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承治的 我必使瘸腿的为圣鱼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 耶和华要在西安山做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 这个是很宝贵的应许 这段应许,其实在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九节,也被引用类似的话 讲到类似的话 他说,到那日,神会聚集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个是瘸腿的,就是有残障,有缺陷的 在人当中是最弱势的,神会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这个讲到说,在历史上的,实际上是指的谁呢? 就是指的那些在以色列犹大,或者是以色列被掳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些人太没有价值了,所以被留在原地 他们没有被掳走 他们凡是被掳走的,都是那些比较有才能的人 对于亚述,对于巴比伦来说 会给那个国家带来贡献的人,他们把他掳走 所以那些什么工匠,那些有才能的人都被掳走了 大人的勇士,留下来都是那些老弱瘦弱的 就是没法走那么远,但是也没法成就什么气候的 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像瘸腿的都被留下来了 但是到末日,主说,他会把这些人召聚在一起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好像就天然来说 没有什么好像太大的才干 但是,你可以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 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保爱 我们就是那些瘸腿的,神要把我们聚集在一起 招去被赶出的,赶出的就是那已经被掳走的 神还要把他们从远方再带回来 还有神所承斥的,就包括瘸腿的也好,被赶出的也好 当初因为得罪神,被神承斥 但这些人,今天他把这些人都召聚在一起 使瘸腿的成为余圣之民 使赶到远方的,成为强圣之民 神要在喜岸上坐王,治理他们,重新直到永远 所以到末后的日子,这些被轻看的 这些被赶走的,神会把他们重新兴起来 你这羊群的高台,喜岸成的山 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国的国权,必归于你 就是讲到神在末后的应许,重新让荣耀回来 第九节跟第十节 他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好呢? 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 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魔士灭亡了吗? 喜岸的弥纳,你要疼痛取劳仿佛惨难的妇人 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 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 讲到他们要被掳走 但是这个被掳走,你看到说 这里头是有神的旨意的,神美好的旨意 神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为了要什么? 在那里,他们会蒙解救的 神会把他们救赎,脱离仇敌的手 11节开始,这边讲的说 他说,现在有许多国的民召聚集攻击你,说 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看见他召报 有灾难领导 但是,神却说,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 也不明白他的筹划 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到河场一样 神把这些外邦人,他们学习 其实,原来他有一个计划,叫什么? 第13节 西安的名,起来踹骨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 使你的蹄成为铜 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 将他们的祸献于土天下的主 原来神把这些人聚在一起 是叫以色列人,起来踹骨 我们看到这个图,下一个power point 我们上回给大家看过这个,叫踹骨 这些牛,在这个河架上面,叫踩,踩,踩,踩 踩的结果,骨粒跟河结就分开来 所以,踹骨 所以,牛很喜欢踹骨 他说,你们要起来踹骨 那些外邦的人,把他们聚在一起 就好像这些河架一样,河捆一样 现在,他们要起来踹他了 所以,外表看起来是苦难 但是,神是让他们借着这个机会 要起来得胜仇敌 神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要得胜仇敌 这个是在讲什么呢? 是在讲以色列,将来的以色列 还是讲到今天的教会? 其实在这里有很多预言 你可以应用在将来以色列 在千禧年的时候,会应验在以色列的身上 但是,也可以讲到 今天可以应验在教会的身上 教会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要是什么? 要起来踹骨 神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 是要成为我们的食物 我们向着神,心坚定 神就可以让我们的脚成为铁 使我们的蹄成为铜 所以,跟神紧密连结 神就可以让我们把这些仇敌吞吃了 吞吃了之后,把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 相当地获献于普天下的主 所以,当我们胜过仇敌之后 我们经历神的得胜 我们可以把这个得胜 这个成果当作一个贡物,再来献给神 当作一个新乡的祭物,献给神 这就是今天在我们教会 在弟兄者们身上可以应验的 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章的前半 第五章,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预言 第五章第一节 成群的名,现在你们要聚集成对 因为仇敌围攻我们 要用藏武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 第二节开始 第二节开始 这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讲到什么?基督要在伯利恒出身 伯利恒以法他,以在犹大诸臣中为脚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更古,从太初就有 大家看这个PowerPoint下页 刚才讲的那些城市 现在又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伯利恒以法他 这个城市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 其实没有了,之前在圣经里面也出现过 大卫的老家就是伯利恒 但是,它有名,但是它是很小,赛者很小 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城市 就在耶路撒冷的南边 这边预言道,将来有一位从这边出来 他的根源,从更古,从太初就有 这明显讲到基督 会为神做掌权的 这段话,其实后来在马太福音就引用 马太福音,那时候不是有三个智慧人 他们看到这个心,就往耶路撒冷去 然后他说,那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 结果全城都惊动了,西律王也害怕 所以西律王就召聚了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师 问他们说,基督要生在何处? 那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师就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太的伯利恒 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名 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 这些祭司长跟文师,他们对圣经很熟 他们就知道说,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 所以,引用尼迦这段语言 西律王听到这话,后来就叫那些智慧人 去到伯利恒,好好去寻找 所以,他也借着西律王给他们的提示 但是,这三个智慧人就往伯利恒去了 到了伯利恒,发现那个新又出现了 所以,他们就很顺利的找到基督 但是后来,神指示他们从别路回去 不要回去见西律 所以,西律就很生气 后来把伯利恒市境里面的那些 两岁以下的孩童,全都杀了 但是,主耶稣那者已经先逃走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预言 将来有个掌权者,要从伯利恒出来 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以加书 耶稣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 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 所以,以色列会先被仇敌统治 他们会服在仇敌的底下 一直到什么?基督来到 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这个讲谁?掌权者 掌权者就是基督了 基督其余的弟兄也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所以,除了以色列人之外 基督还有另外一群弟兄 就讲到我们今天这些外邦的基督徒 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也会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成为一个大群 然后,基督就会起来 以靠耶和华的大人,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延,牧养他的羊群 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见尊大直到地极 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 所以,讲到说将来基督的荣耀 在瑜伽书第五章这边,都预言到 所以,现在是一个小先知书 讲到基督将来的荣耀 他将诞生在伯利恒 将来在千禧年当中 神的山会高举过于珠山 这些情况,还有万民都要留会之山 他都已经事先看到了 关于第五章的第二节 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臣中为小 这两个名称,伯利恒跟以法他 其实都是指的同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一下 创世纪的创 创世纪35章19节 就是拉杰生了汴雅敏之后 他就难产就死了 那他就是埋葬在伯利恒,以法他 所以伯利恒就是以法他 以法他是伯利恒比较先前的名字 所以我们下期见